嗨 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名人堂的時間 我們今天除了對談以外 我們還要介紹一款我們最新出的英語學習的桌遊 字母帆帆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是語言教育的出版專家李鴻老師 好 那我簡單來說明明一下 這個遊戲的基礎玩法裡面有26張不同的這樣子的動物卡牌 這下面都有藍藝木的分別 它有分橘色的葉子、藍色的葉子 然後也有紫色的葉子 那最簡單的其實就是橘色的葉子 所以我們這個字母上面也有做葉子記號 橘色基本上你可以挑出九種不同的字母 我們就會擺在桌上做一個九公格的對面 找到以後全部都蓋起來放 怎麼玩呢 翻開一張動物卡 譬如說我今天翻到的這個是什麼 SEO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來拼用遊戲來學單字 就由我來開始 如果翻到跟這裡面有相同的話 我就可以繼續翻 OK 我可以再翻一個 喔 一遇到一個沒有出現的時候 破人要蓋回去 就換老師來翻這樣子 沒有 就得蓋回去 透過這個遊戲的方法 孩子就可以又玩然後又記住 單詞 就是這個遊戲本身 它還有另外四種玩法 拼單字對於台詞來說是很不照理念的事情 但是呢 藉由這種遊戲呢 就讓它這個整個拼字的過程就活化了 我不會覺得說 喔 我好像就在那邊 S-A-L-S-E-A-L-S-E-A-L 一直叫 古早的記憶 對 我剛剛的遊戲過程中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 也是一直在騙SEO 但他就不會覺得無聊 他覺得他在玩 對 因為他掃完A然後又找 好 但是他就一定要這樣子把它拼出來 就是這樣 像慣例呢 來到我們這兒的來賓 都要帶來自己獨特獨門的遊戲方法 有 我今天帶來的一個遊戲 叫做Handman吊死鬼 那它也是跟這款桌遊一樣 是拼字練習的遊戲 大家可以看到這就是一個吊台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就是要猜出這個 是個字母的單字 如果猜對了的話呢 字母就被填在這邊 如果猜錯了一個單字呢 就會掉了一個頭 又猜錯一次 哇 掉了身體 再猜錯一次 掉了一隻手 再一隻手 再一隻腳 再一隻腳呢 五次機會要是都沒有猜對這個單字的話呢 那機會就用完了 對 那要怎麼樣跟我們的遊戲做結合呢 因為這款作用呢 裡面已經介紹了很多動物的單字 Handman就是一個很好複習單字 還有拼字的機會 這個單字裡面一定會有偶音 A-E-I-O-U呢 這個偷偷露出來就可以先猜對 來玩一局看看吧 OK 那我就來出其中一題 然後我們 超難的 我說Antonia 大家看到了嗎 Antonia 你看不到 好 Antonia就是一個四個字母的 四個字母 那我就先 老師哥就先畫出四個字母的 我也四個字母 好 那妳就試猜一個字母 呃 I I 在這裡 哪個字母的 對 哪個字有這個 N N有沒有 N N呢出現在這裡 欸 欸 有沒有越來越明顯 剛剛前面有沒有好好記單字 就很重要 有沒有S S S 沒有 沒有 對 我啊 應該被掉了一個頭 喔 有沒有 L L 有欸 有 那 有沒有 C C D 我以為 要叫妳的身體 這字 L I 什麼N 這複製育出嘛 複製育出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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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遊戲好像也可以用在團體裡面 就是小班級 或是一個班裡面跟幾個小隊來進行 對 其實遊戲呢就是 它有一些競爭感 刺激性 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就會很踴躍的發言 然後把努力的單字拼出來 對 尤其是剛剛老師已經教過 然後在周圍裡面已經學習到了 但是呢 他們就藉由這樣的遊戲可以 繼續加強他們的印象 然後他們拼正能力呢 也會累積起來 其實在遊戲過程中 嗯 孩子會非常的印象生存的是 他這個刺激的過程 所以 如果他在記憶遊戲裡面 他一直猜錯或猜對了什麼單字的話 他回家再回想的時候 正確的單字就很容易被他記住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 就是很輕鬆的 可以達到我們想要做的目的 就是玩中學 學中玩 在螢幕前的各位 如果你有更多的玩法 也歡迎你分享給我們 今天也非常謝謝 李鋒老師帶來這麼簡單又刺激好玩的遊戲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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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